中華官政府基拜修長早董事拜訪中小企業經營訴求責任會 關注為民國是率領包括六甲建設和環保頂單位主管 跟中小企業主進行民對民的責任 協助改革問題 後來強化企業經營體質提升產業經營的競爭連力 為民國率領包括六甲 環保和建設頂單位主管跟中小企業入住民對民責任 他過對外了解中小企業經營民人的問題 聽企業的心聲 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座談 一一來幫他們來解決 企業主在這中小企業當中提出很多意見 有入住希望政府單位愛給日本 除專家協助提供的專業民事做團隊 親自企業標概訴求有的企業 政府應該有一組人馬來退 替所有的中小企業真正的來貼近 走進企業裡面幫他們的公司裡面的治理 或者是產品開放生產製造裡面 這些的工程師有經驗來做這樣的輔導 如果這樣的話 我想缺帝的部分就會解決了 不需要那麼多 人也不需要那麼多 生產性提升的能力資源 人才培養出來 我想跟日本一樣 日本為什麼會搶 他們有一組人馬政府來培養這些人 退休的或者有經驗來對企業 做內部的企業體制改造 有因果講到 管府可以做的管府來做 若是勘承到中央 管府也將既存中小企業的心聲 專導到中央國部會 希望企業都可以繼續導致轉化 讓轉化經濟越來越好 和民眾有主要機會 導致新博人中夕兩回答 太恆保德